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最盲莫过于抗日战争时期 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了累累罪行 然而有人却趁着抗日战争时期大肆敛财 1933年马洪奎的宁夏成功上位 在宁夏他可是有着土皇帝的称号 家中妻妾成群 此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打响 马洪奎就开始敛财 他敛财的手段非常多 他制定一系列的法规 拥有私人车辆 马匹之类都要给他浇水 商人想要行商都要对他进行贿赂 甚至连官吏 职员的服装都有规定 为控制政权 马洪奎到处安插亲信 当时宁夏交通落后 上头也管不到他 正所谓山高皇帝远 当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之后 马洪奎以为爱国战争募捐为理由 强行让百姓捐款 不肯捐钱的 马洪奎就给对方安装叛国军 让手下抄家 如果家中有漂亮的女子 马洪奎就将他卖到外地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 马洪奎的日子开始不太好过了 1949年 他带着妻妾儿子飞到了弯弯 但刚落地就受到了指控 要他为西北败局负责 马洪奎因此被革职 马洪奎心灰意冷 有了想走的心思 展开全文他让妻子装病 恍生要回去见妻子最后一面 请了一个月的长假 他立刻又飞到了香港特区 他找人给他办了一个护照 并请美国的朋友帮忙 为了不引起人注意 他只带走了三个最年轻漂亮的姨太太 五姨太周德义和马堆靖以及刘木霞 刘木霞在填表时以夫人的身份 周德义则是秘书马堆靖 年龄最小就是表妹 马洪奎飞往美国时 也将这些年龄的财富都带到了 根据马洪奎的一个亲信说 他的财富最少都有7.5多黄金 飞往美国的马 洪奎虽然不缺钱 但三个一天天争吵不休 刘木霞地位最高 他就将钱财给他管 但刘木霞跟邹的一步合 对于他的一切花销都卡得很紧 两人也是多次争吵 马洪奎也已经60岁了 加上唐亚病 身体的情况并不好 管不住他们了 年纪最小的表妹马堆靖爱上了一个美籍华人 不久之后就跟他提出了离婚 马洪奎知道挽留不了 就给了他一笔钱 1960年 马洪奎在美国已经居住了十年 可能是年纪老迈 开始思乡了 在宁夏作家写的《马洪奎传》当中 1970年1月6日 马洪奎并是在美国的洛杉矶 在临终之前 他嘴里面一直喊着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中美建交之后 刘木霞也回到了宁夏 他曾用这么一句话问过宁夏人 老百姓还恨我们吗 一句简单的话 道出了马洪奎在宁夏的之身中作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下词的那条 碧简单 岂尽 到下证捞了 相�heiro 翻译 和�hoy 老百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